客户打开平板之后 第一步要先联网 打开APP去注册 这个款我们已经注册过了 我们现在就打开 然后客户收到之后 第一步还是需要 因为没有一桩车型软件 我们先要打开APP Store 去下载 第一个是车辆诊断软件 然后第二项是 特殊功能下载界面 然后第三个是防导 然后客户收到之后 一定要三个地方 都要打开去下载 有些客户可能只下载了 第一个诊断 然后没有防固的时候 没有特殊功能跟防导 因为它是没有点进去下载的 好 这个我们已经下载过了 我们不下载了 先退出来 好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 它的主界面一个功能菜单 第一个是前系统诊断 车辆前系统诊断 就是车辆的所有模块的一个诊断 它里面包含好多车型 很多车型 不同区域 欧洲 美洲 亚洲 中国 中国车型 然后有澳大利亚 有OBD诊断软件 我们退出来 第二个是我们看一下它的特殊功能 特殊功能里面有9个特殊功能 加一个防导 因为防导这边 这边也发了一个防导菜单 第一个就是ABS排气 然后电子匹配 DPF 还EPP的电子手刹 然后喷油嘴的射码 机油保养 还有就是胎压 转向脚的腹位 还有解析门 防导这边可以打开 然后我们退出来 看这个这边有个单独一个防导菜单 做做钥匙的 因为分了三个区域 我们退出来看一下 DTC的查询 就是有些客户 读出故障码之后 这边可以输入故障码 去查看详细的故障解释 直接这边输入搜索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就是VI码查询 有些客户可能他知道VI码 但不知道机体车型 去选择的时候 不会选车型 可以VI码输入这边去查机体车型 好 我们退出来 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远程软件 就是有些客户需要 提供我们提供技术协助的时候 可以进入到这里 我们不去下载了 这边我们没有去下载 客户可以自己去下载一下 请检查 然后这个是个人信息 注册信息 用户信息 然后升级 就是查看他的APP软件版本号 现在我们是7.6 已经最新版本了 就是产品 他这个产品可以 汉字产品 他一个账号里面 可以添加他们产品的所有序列号 像我们现在 现在只添加了一个序列号 客户如果说 他买了不止一个设备 汉字设备 他可以注册一个账号里面去添加多个序列号 就从这边去添加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测试菜单 测试菜单 第一个是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 我们推出来看一下 它这是工资 音质工资单位的切换 然后这个是一个搜索引擎 这个是测试模式的切换 第一个是诊断 正转测试的一个模式 第二个是demo 我们平时测试 直接选第一个诊断模式 然后下面是语言切换 语言切换 这边有大概十个语言 就是客户收到之后 比如他要英语的话 他直接切换英语 然后再去下载 下载的车型软件包就是英语的 如果说他英语用了 他可能要换一个语言 比如我要西班牙语 我切换完之后 他语言是菜单都变成西班牙语 然后我们车型软件 他需要去重新下载 进入appstore 重新去下载 西班牙语的车型语言包 所有都要重新下载 才能显示他的车型 好 我们再切换回英语了 然后这个feedback 就是数据反馈 就是说有些客户 他在应用过 使用过程中出现一些故障 就是报错 他可能不知道什么问题 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时候 他可以从这边去反馈 把数据反馈到汉制服务后台 工程师根据客户反馈的日志 去分析他的车型 测不了的一个状况 具体状况 看是否能够进一步的 重新修复bug 或者是重新开发 去解决客户的问题 从这边去反馈 然后接下来一个其他菜单 这边也是有些是重复的 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有些客户他可能下载车型 他要消息卸载的时候 可以从这边数据管理里面去打开APPS 然后这边可以选择 他需要卸载的车型 然后再退出来重新下载 现在是大概一个菜单 我们已经介绍到这边 现在我们接下来是 做一个实测诊断测试 最后这边就是 并不断